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大族合唱 顿路路到要门论 这么说 说 问 何者是无违法? 什么是无违法?答 有违法就是无违法 问 现在问无违法 你为什么要回答有违法呢? 答 有因无利 有违法是因为无违法而立一个有违法 无违有嫌 无违法是因为有违法而显 因为无违法是无相 当然用有违法而显 所以在这里很重要 你不要说我真的不生不灭 自信本质清净 我就是一个大福德的人 错 离上是不生不灭 世修比什么都重要 就像在座诸位今天 你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世修 回去家里一定要定功课 为什么事情很重要 我举个例子 你就很快了解 一只蚂蚁是远起信控 一只鸡是远起信控 一条狗是远起信控 一个人也是远起信控 我请问你 你要哪一种远起信控? 都一样 不生不灭都一样 没错 不生不灭 当体积空都是一样 没有什么生命来去增进 没什么好谈的 可是转世 变成一只蚂蚁 一只鸡 一条狗 一个人 我告诉你 世修才是重要 世相的修行才是重要 站在缘起法里面 不坏一法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话 以今天来讲 真的得到无量无边的福报 缘起 世修 八四天中显露出来的正义恶报 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世相的修行是非常重要 但是世相的修行一定要通达利益的不神不灭 因此 你要那一条狗变成狗还是变成人 我当然要变成人啊 变成人 就是缘起啊 这个缘起啊 那为什么变成那一条狗 要不要 你不要变成那一条狗 为什么 但是缘起法里面受业力所束缚 惯性一直所引导 所以这个缘起法特别的重要 特别特别的重要 缘起法显像 那夜章 夜章藏住了 那显现出来的像 就是丑陋像 没有福报像 是不是 有的人一出生那么的庄严 有的人一出生那么的安全 有的人一出生那么的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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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力不一样 是不是 好 業力不一样 好 所以说 所以说 什么是有为 就是因为无为而立 什么是无为 因为有为 所以说 何者是无为法呢 答 有为法就是无为法 所以问啊 现在问无为法 你为什么回答有为法呢 答 有因无立 有为法因为无为法而立 无为法因为有为法而显露 所以刚刚我已经强调了 缘起的重要 这个拜佛念佛这可是很重要的